大家好,我是罗宾大叔 今天是2023年12月18日 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 今天想讲一讲老年人如何申请美国签证 所谓老年人一般就是指青壮年的长辈 比如说你作为主申请人 你和老婆孩子都申请完了美签 那想给自己的父母 想给自己的老丈人、丈母娘申请美国签证 该怎么操作呢 这种情况我们要看老年人的实际情况 是已经退休的 还是没有退休 仍然在工作的 或者还有一种特殊情况 就是退休是退休 就是没有在工作当中 但是没有什么退休证 以及退休收入之类的 就属于老年人当中的无业人群 可以这样讲 根据这些条件的不同 我们的申请美签策略也略有不同 比如说已经退休 且有退休证和正常的退休收入的 那这部分老年人 可以正常的去申请美签 那还没有退休 其实更好 因为你有一份工作 你有一份收入 那对于签证官来讲 你在国内的约束力是相对更强的 你不可能长时间离开中国 到美国去待很久 那比较老大男的 或者比较有困难的 就是现在没有工作 属于一个退休状态 但是没有一个退休证 也没有退休收入 需要自己打零工 或者需要其他的方式来维持生计的 这种就属于条件比较一般的 那对于条件比较好的老年人 可以正常的单独去申请 什么叫条件比较好的呢 就比如说你的户口 是在一二线城市 正常退休 有退休证 且有比较不错的退休收入 那最好还有一些出境记录 比如说日韩 东南亚 甚至条件好的 可能还去过发达国家 那这种的无论是自己申请 或者和老伴一块申请 还是和子女一块申请的 都是比较容易通过的 至少是不会给子女拖后腿的 那条件比较一般的 就比如说有退休证 但退休收入比较低 或者没有退休证 没有退休收入的 那这也要分 那如果老年人的口才比较好 面对美国签证官的时候 不太容易怯场 可以侃侃而谈的 就比较射牛的那种 可以自己单独去申请的 不需要有子女来陪同的 因为老年人的一般签证官 对于他们都会网开一面 或者说要求没有像中青年的要求那么高 签证官的一般也了解 对于老年人来讲 因为历史原因 以及这种对于金钱的消费官不同 老年人通常是不会有太丰富的出境记录的 他在这个硬条件上 可能卡的不会太严 只要老年人的条件过得去 然后在回答签证官问题的时候 没有太磕磕巴巴 或者说没有半天憋不出一句话来 通常都是能够过的 那最好呢 如果子女有美签的话 提供一个子女的美签页复印件 那就是更加的锦上添花了 那如果老年人的条件比较一般的 同时呢 口才也比较一般的 就是面对签证官容易非常紧张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或者普通话非常不标准 或者签证官问呢 只敢一两个字 一两个字往外蹦字的啊 或者说一紧张 啥话都说不出来的 那这种情况下呢 最好不要单独去申请美国签证啊 最好呢 能够让自己的子女 或者自己的直系亲属去陪同 一块申请美国签证 这样会好一点啊 你子女在旁边可以代为问答啊 或者说呢 就作为主申请人 老年人呢 作为副申请人 在旁边带着 甚至老年人都不需要自己开口啊 子女就帮忙 把这些问题都给回答掉了 等于带一带这个老年人 这样呢 也是能够通过的 那出境记录这一块呢 就像前面讲的 对于老年人来讲呢 出境记录是一个锦上添花的要素啊 它并不是一个必要的东西 对很多老年人来讲 可能从来没有出境过 但是因为其他的条件都还不错 同时呢 回答问题也算比较流利 通常都是能够比较顺利过的啊 这是针对旅游类签证的申请 那如果是探亲类的呢 就要看你子女在美国的身份是如何了啊 他到底是学生签 工作签 还是有永居了 还是公民啊 这个情况都是不一样的 具体问题呢 还是要具体分析 那如果是超过80岁的老年人呢 是可以走绵面谈带传递的渠道去递材料啊 不需要去跑一趟领馆的 需要多费些思量的呢 就是60岁到80岁的这类老年人啊 就是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了 但是呢 还不能绵面谈啊 那这一块我们要好好的规划一下 甚至我们在子女啊 我们作为主申请人在申请美签之前 可能就需要把老年人申请美签的事情给规划进去啊 不要走一步看一步 把这一块规划进去 可能会节省你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总而言之呢 老年人申请美签不是太难 但也需要有一些准备啊 那如果有需要申请美国签证 或者加拿大签证呢 可以添加罗宾大叔的微信 或者电报付费咨询 那包括瓦努阿图的绿卡 如果有兴趣的 也可以联络罗宾大叔啊 瓦努阿图呢 是一个南太平洋岛国 提供一个快速低成本的 海外绿卡永居卡的申请通道 有兴趣的可以联络罗宾大叔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聊